据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可以通过梦境获得一些超前的知识和信息 有这种能力的人大多已经成了能够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神人 于是就有人建议我们开设一个梦局 让人们学会利用梦来提升社会的生产力 那梦为什么会影响社会的生产力呢 这期视频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梦的另外一种用途 到2021年了你不会还认为睡觉仅仅是用来放松你的身体 缓解你的疲劳的吧 在最近的十几年中随着X线断层摄影技术和核磁共振技术的引用 脑科学家已经发现你睡着的时候 你的大脑可比你清醒的时候勤快多了 于是科学家就在想为什么大半夜脑子不休息这么活跃 随后就有人提出了一种看似荒诞并且惊人的说法 就是我们压制了我们的大脑 由于熟睡的时候我们的意识不再控制我们的身体 大脑被压制的能力才能表现出来 虽然感觉上清醒的我们可以随心所欲 让大脑为我们所用 但此时的大脑却相当于带着封印 没有办法使出全力 睡着的时候这个大脑反而可以使出全力 但此时你却无法使用这股解封之力 不过在1862年的时候 还真出现了一个能够运用这股解封之力的人 此人当时是一位化学教授 他正值而历之年 和众多的热血青年一样 在工作学术上都是充满激情干净失足 但此人同时被一个世界难题所困扰 困扰到何种程度呢 就是这一年他的新婚之夜 他心里面这个问题的分量都远超过他的妻子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终于在这一年当中的有一天 他在梦境当中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梦中他看到一张像日历一样的尺张 然后他朝思暮想的毫无章法的那些化学元素们 纷纷落在了这个极像日历的表格当中 而且落的是那么的合适 这些元素的性质随着原子叙述的递增 呈现着有规律的变化 这便是最初一版的元素周期表 而这个神人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文杰列夫 文杰列夫说自己最后画出的元素周期表 仅与梦中那张有一处不同 时间回到2021年 我们的科学已经从当年的化学时代 走过20世纪的物理时代 已经迈入了生物时代和信息时代 这时候比起文杰列夫的元素周期表 人们倒是觉得 他发现元素周期表的梦更有画时代的意义 因为他的梦让科学家意识到 我们这个宇宙可能真的存在一个超级数据库 而梦恰好是连接这个超级数据库的连接线 其实说宇宙存在超级数据库 并且声称自己多次成功接入 并且下载资料的这个人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电机工程师 和发明家尼古拉特斯拉 特斯拉最为人熟知的 就是他发明设计的这个现代交流电系统 但是这一项呢 就不知道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速了多少 对特斯拉的发明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翻一翻我以前讲特斯拉的视频 反正他的发明呢任何一件拿出来在当时来说都是革命性的 所以呢当时就有记者来采访他 说你咋这么牛呢 有没有什么诀窍啊 让你这个发明这么厉害 特斯拉呢就说这个诀窍可能就是睡觉 其实特斯拉就和刚才提到的门杰列夫很像 他就可以在睡梦当中获得灵感 用特斯拉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他感觉自己连接了这个宇宙的数据库 而且梦中所谓的灵感就会像全息投影一样完整的清晰的展现到他的面前 不过应该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像特斯拉一样在梦中接收到如此清晰的信息 其他人接收到的信息呢多多少少都具有一种朦胧的色彩 就比如德国化学家凯库勒 他在梦中呢就看见一些原子和分子手拉手的在跳舞 其中呢有一条黑黑的碳原子链 他就像蛇一样咬住了自己的尾巴 然后跟周围的原子分子一起转动舞动 这个时候呢凯库勒就瞬间惊醒 他就明白了这个本分子应该是这样一个环形的分子结构 所以他这个梦境呢也是帮他解决了当时的一个世界难题 再比如在19世纪40年代 美国人埃利亚斯豪 他就梦见一帮野蛮人要砍他的头 要煮他来吃 不过每当这个砍刀要落过来的时候呢 他都会机智地把头缩起来 躲过这个砍刀 然后每次煮他的这个锅温度一高呢 他都会爬到这个锅的边缘上去躲一会儿 随后呢旁边的野蛮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过来恐吓他 就用了一把尖尖的长毛威逼他 不过这个长毛上面有个特点 就这个毛尖上面开着一个孔 随后在恐惧中埃亚丽丝豪惊醒 不过这个时候呢他明白了这个缝纫机的一个原理 于是呢他发明了针孔开在针头那一端的针 这个针呢就像他最后看到的带孔的那个尖尖的长毛 而这个缝纫机在工作的时候啊 就特别像梦中呢 他拼命地想爬出这个锅和躲过砍刀的这样一个场景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爱丽亚斯豪和凯库勒他们两个的梦呢 就更像是一种不直接的暗示 比起特斯拉那个清清楚楚的实体啊 确实是要烧寻一筹 那为什么特斯拉的梦境会如此的奇特 会出现那种清清楚楚的实体呢 这呢还得要讲到特斯拉这个人不同寻常的体质啊 特斯拉年轻的时候呢就多次受这种病痛的折磨 他每次呢都会承受特别奇怪的痛 最后呢可能是因祸得福 病痛之后呢他便获得了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就很像全息投影 所谓全息投影呢 就是你只要获得一个相片的一小部分 你就能把整个相片的信息全部给投影出来 所以特斯拉呢他只要听到一个单词 他脑海当中呢就能出现和这个单词有关的所有信息 就像一幅画一样 最后是称他的这种情况为视觉思维 这个呢可能就是让特斯拉的梦境要远清晰于常人的迷你 其实因为脑子受伤一下子开窍 又觉醒神迹的这样的事情 我以前也讲过 用今天的这期视频的观点来解释的话 就是这些人呢他们脑子受伤 可能就松动了他们这个白天头脑的这个封印啊 那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就会好奇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更和谐一点的方式 更温和一点的方式来解开这个大脑的封印呢 为了解开封印之力的秘密呢 科学家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验 法国的一些学者呢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他们给实验对象播放了两组单词 一组呢是在清醒的状态下播放的 另外一组是在睡眠状态下播放的 然后过个几天或者过个几周的时间再来进行测试 就问他们当时播放的这些单词是什么 结果他们发现睡眠状态下播放的单词 也出现在了受试者的答案当中 并且呢受试者都表示并不知道熟睡的时候 还有东西在那播放单词 所以说虽然平时我们可能已经睡着了 但是我们大脑呢仍然在接受信息 并且在睡眠状态下接受的这些信息呢 还可以成为人的记忆 可见我们睡着时候的战斗力并不比清醒的时候差 意大利米兰大学的教授马尔切洛马西米尼 他利用无创性刺激技术 对大脑前额叶的细胞实施了电刺激 然后呢他通过观察比较2小时8小时12小时和32小时没有睡觉的实验对象 就是看他们的大脑对这个电刺激会如何反应啊 最后呢他发现人越困 大脑对这个电刺激做出的反应更强烈并且更快 这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人越困人的脑子反而越灵敏啊 他的这个反应越快 不过很可惜这种灵敏的状态呢不能很自然的为人所用啊 不然很可能你就会成为一个感官超强的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就比如说你家的狗子这个二狗走丢了 然后你找了很久没有找到 有一天呢你就在这个地铁上或者是嘈杂的环境里面睡着了 这时候呢距离你有些远的一个人 他在说话的时候可能提及到了二狗这样一个词 然后理论上呢即使你在清醒的状态下 在如此嘈杂的环境当中 你也应该完全听不清那个人在说什么 但是在你打瞌睡的这个状态下呢 你却能因为他那身轻轻的二狗突然一下惊醒 这个呢可能就是你在睡眠状态下 你的感官被放大了的一个表现 那既然大脑被封印的能力这么强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开大脑的封印呢 目前人们能想到不用伤害脑子 就能解开封印的这个方法就是利用梦境 既然人在睡着的时候大脑能力爆表 那为什么不能把工作或者疑难问题 放在梦中进行解决呢 于是很多人开始研究控梦做亲民梦 当然呢他们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但是控梦只能实现你把现实中的这个工作 和问题带入到梦境里面 却无法将梦境当中得出的一些成果带出梦境 因为这个人呢很难清晰的记得梦当中的这种细节 而且对一般人来说有时候在梦中呢 他是无法读书的无法阅读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在做梦的时候 大脑负责阅读的这个区域呢 他刚好也在休息 所以你这时候做梦呢就没有办法阅读文字了 但有的时候做梦呢又能阅读 就是因为这个大脑负责阅读的这个区域呢 他还没休息 或者说他已经休息完了已经醒了 其实这里呢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有的人他这个半夜梦到灵感啊 突然一下醒来可以把这个灵感马上写下来 那有的人呢则完全记不住梦境的情况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这个人脑负责记忆的这个区域 正常情况下就是一天睡八个小时的话 记忆的区域它往往是最后休息的 也是最后清醒的 可能八小时的睡眠当中最后两个小时他才休息啊 也就是说只要你的梦境落在了前六个小时 而你恰好在第六小时的时候醒了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便可以记得 这个前六小时的所有梦境里面的事情 但是一旦负责记忆的区域开始休息 那么之前梦境当中形成的记忆呢就会开始遗忘 所以要利用梦境就要避开这个记忆区域休息的这个时间段 如果你以为能控梦 哎能避开记忆区域休息的这个时间段 就能很好地利用梦境了 那么我只能说这个还差得很远啊 像我之前所说的大脑负责阅读负责视觉图像 负责逻辑等等的这样的区域 他们都会轮流休息 所以你带入梦境的这个工作和问题啊就很讲究 如果你非要在阅读区休息的时候 你看书在逻辑区休息的时候解数学题 那这不是玩犊子了吗 不过你要是反过来 在阅读区休息的时候解数学题 在逻辑区休息的时候看书 不就可以完美地利用着大脑封印之力了吗 这种看似玄幻的方法 可能还真有人已经成功实践了 并且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就比如说特斯拉达芬奇丘吉尔等等的大脑 都在用的一个Uberman Sleep 这样一个多项睡眠的睡眠方式 也称达芬奇睡眠法 就差不多每隔4个小时呢 就睡15分钟到半个小时 一天差不多也就睡个2到4个小时左右 很多人说这样睡觉那缺乏睡眠不得短命吗 但是用这种睡眠法的特斯拉和丘吉尔 基本上都活到90岁 然后达芬奇差不多也活到70岁 在他那个年代来说也算是长时候了 而且据说这种多项睡眠的方式 可以让人处于一种更好的利用梦境的状态 对于传统的8小时睡眠来说 这个大脑在睡眠构成当中 很多区域都会出现同时都在休息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你在梦中可以说 基本上干不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多项睡眠的这个方式呢就不同 你每次打短呢 这个大脑只会有特定的区域在休息 其他区域都是清醒的 所以你可以很好地利用梦境 来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听到这儿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动 反正我是心动了 不过呢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毕竟这个呢还是处于一个理论阶段 而且空梦呢和转化成多项睡眠 任何一项拎出来啊都是正常人办不到的 那就更别提其中会不会存在一些这个个体差异啊 就比如别人能用的很好能创造价值 你一用也不小心一命呜呼 不过呢说这么多有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就是人类的潜能呢 还是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发现的 Peac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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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